这有点像是第三部门 我们也不靠政府 也不靠企业 也不靠别人 但是我们靠着公民运动来行 那这方面我特别请教一下林教授 您在台师大专门教社会教育 那你觉得在社交的观念中间 理念最核心的一点是吗 就是说整个社会怎么样建构一个地球村 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理念 在台湾这个社会上 透过时间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一个切入点 对啊 其实我们觉得 目前的社会就是 资本主义太过于盛行 所以很多东西都必须要用金钱来衡量 一个人的价值 那我们觉得这样一种资本主义 所控制的一个社会 其实对每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会去提到 所谓的社会资本 那社会资本强调的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信 互助 那从社会教育的观念来看 我们会把时间银行这样一个概念 再把它提升到一个学习的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 服务就是一种学习 那很多人服务只是靠他的体力来做 体力服务的工作 那我们觉得其实服务它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的 那知识的交换其实也是一种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强调就是说 那我来这个做了服务的工作之后 然后我可以去学习 我学习到更好的东西 我来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这种服务学习的循环 就会把社会提升的更好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两种时间银行的这个approach 一个就是谈到就是说 为自己积存未来 有人照顾我或服务我的一个资本 那刚刚我们已经把话里又谈到说 这实践银行交换是交换一种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 年轻的朋友可能可以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为你将来打算 现在开始多多在实践银行存一点时间 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为你自己的 提升你的竞争力来打算 让你是在不景气的时代 你会越多怎么样 你的竞争力就越高 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的洪医师 我知道洪医师现在目前是 时间银行联盟的理事长是不是 不是我们都还在筹备 还在筹备 发起我们三位都是发起 你们即将要发起一个叫做时间银行的联盟 那请问一下洪医师 这个联盟的想法是什么 好我分成两个部分来做报告 第一个部分是上周今年一月份 有一个专辑访问时间银行创办人 他的一个二十几年来的一个历程 他认为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社区互助 好像玩耍游行性质的 其实在台湾大部分的时间货币应该大概都是这个城市 第二部分也就是这个规模慢慢的要发展以后 把林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学习互助 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一个合作 一页的合作慢慢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他会有更多元强调经营管理永续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过核心价值还是刚刚强调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关怀跟爱这样的东西 那由于台湾目前大概相关推动时间银行或时间货币的 这些单位都一直在强调是在自己的一个据点里面的一个互助帮忙 或者是年度要节庆 没有办法谈到永续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才以这样的一个基础 大家想到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全国国内这个议题推动的单位 大家能够建构一个互相合作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服务 在以地的需求 我可能有以地的朋友的这边的志工 来帮忙我们来这个帮忙 那还有 串联起来 对串联起来 还有一个刚刚林教授所提到的 一个更重要 我们不只是一个到了发生问题以后才来关怀他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可能前端的生活照顾 甚至于刚刚讲 如何建构一个信赖去累积这个社会的资本 说不定他也可以先借贷 互相先扯 也可以借吗 抑制一下 可以抑制 还有一个很重要 来要谈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这时间怎么累积 怎么计算 有没有一个账簿 第二个就是说时间真的累积了以后 这中间包括劳务之间有没有对等 还有将来在运作上怎么样产生一种信任感 你不信任你就没办法存 我们进一下广告稍微回来 回到100警报现场 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一个议题 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那有没有可能彼此之间能够交换时间 我的时间跟你的时间交换 我的专长跟你的专长交换 那么甚至我们刚刚提到说 可以累积 我们可以先预支 我们也可以储存 说不定还不只是储存我们这一代 还可以储存给下一代 也不一定的这种状况 那我就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刚我们的洪医师特别强调 就实验银行这个观念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是互助 信赖跟爱的基础上 那这一点里面 其中我个人觉得最困难的一点 就是信赖 你怎么样相信对方 你相信陌生的人 还有你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相信 这实验银行联盟算得很清楚 那这个信赖的关系其实是最困难 还有在这信赖之间 就是说特别是在网络上交换更是这样 你要相信这网友 你要相信这个负责的这个版主 或者相信这个社区的负责人 所以他这个信赖的关系 怎么样去建构 我想这个就是正式 时间银行联盟 要把它建构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理由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靠网络的一个互动 这个信赖其实是很淡薄的 那在全世界 已经有一千多个相关的时间银行 他们推动了一个经验 共同的一个基础就是 一定要从社区开始做去 从社区里面彼此有一个相当程度的认识 熟悉 那从这边还有一个更后面的 这样的一个串联跟合作 就是每一个社区自己互相先做信任 然后在这些社区跟社区 再做一个平台来整合 然后再一个总会 这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也就是不同的公益组织 它的操纵模式 它可以共享的 它要被尊重的 然后它相对的 这个公益组织对它的一个志工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回馈的机制 我想我们也期待 经过这个平台以后 大家可以互相来交流 然后让有新的一个志工 他可以在甲地服务 看到乙地的一个情况 他可能可以到那个地方 做一个互动 是 那我问一下林教授 在学理上来看 就是说全世界 其实我们现在推动非营地的组织 或是一些社区公民教育 在这个学理上怎么样去建构一种 信赖的社会 其实我们觉得信赖基本上 都是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 就是在社区里面 社区里面一定有这样一个团体 互相认识 对 这个团体它已经开始在推动 他们相互之间的时间的交换 那他们做得不错了 参加了我们这个联盟 所以所有的人 透过他这个联盟 透过这个团体参加我们这个联盟 其实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些筛选的 那我们所串联起来的 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了 至少他是保证说 这个人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网路上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换 我们称之为叫个体父之间的交换 那那个网组那个版主没有办法去查核你 所以你们之间的沟通交换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所保证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见过这样一个时间营航的这个联盟 我们所有的团体相互之间 一定会去把他的成员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集合 然后进到联盟来 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比较多 好 那我问一下陈亮 就是说你推动老五老这么多年 在服务上面的会累积这种 你要不要讲一些例子 让我们来听听看 说究竟怎么样去服务别人 然后存钱 我想很简单 这个其实早期在埔里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个一直记在我的头脑里面 是一个这个理法店的老板娘 她是我们的志工 她主动就提出来 她说这个服务的点数 记录下来之后 多少点到我这边来理法 我就给你半价 我就给你免费 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社区 对 它是一个奖励性质 所以当时我还在跟她讨价还价 我说不要那么口来给多一点 因为都是熟人 所以开玩笑 不过我只举这个例子来说